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生姜作为一种调味品,同时生姜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自古以来就有男子不可白入无姜 所谓是早上吃三片姜胜过喝生汤 这足以证明生姜拥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那么生姜如何吃它的保健养生效果会更加的好呢?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生姜的养生吃法 学会生姜这样吃,补肾壮阳的效果会增加30倍 经常食用同时还能够温补壮阳 并且起到强转身体的重要作用 我们先来准备一块生姜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生姜打湿 然后再来一勺食盐 用手不停地搓洗搓洗把生姜清洗干净 生姜特别的容易腐坏 很多人都认为烂姜不烂味 即使放下的生姜已经腐坏变质了 也是要把坏的生姜消掉继续食用 其实这种做法是特别的危险的做法 长期使用坏掉的生姜会导致致癌 那是因为腐坏的生姜会产生一种黄姜素 这种物质毒性很强 它可以使肝细胞变性坏死 从而诱发肝癌、食道癌等等 所以平时的时候生姜一旦出现腐烂 我们要把生姜即使扔掉不要再吃了 食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效果的作用 加入食盐可以把生姜清洗得更加干净 生姜洗干净再用流到的清水把它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生姜放到安排上面 切成薄薄的片贴得越薄越好 生姜具有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疏通经络的作用 平时我们食用生姜能够起到健脾活血的功效 并且能有效地去除湿毒 同时生姜含有抗氧化的功能 其中含有的姜辣素和姜兴氛 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 给我们身体带来温暖 而随着体温的升高 人体身体内的脂肪也更加地容易燃烧 身体代谢活性也会更强 所以有很好的排毒功效 我们准备的生姜不要多 几片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20克枸杞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枸杞打湿 再来一勺面粉 我们用手搓拌搓拌把枸杞清洗干净 枸杞表皮有很多的沟壑 沟壑里藏了一些灰尘并不好清洗 而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枸杞沟壑里的灰尘全复吸附出来 这样清洗过后的枸杞很干净啦 枸杞中含有枸杞多糖 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枸杞滋补干肾的功效也是非常强大的 特别是对于腰膝酸软 阳尾 胰睛 头发 枣白 耳宁 目眩等都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 我们这样搭配 它的不慎壮阳效果加倍地增强 并且洗枸杞的手也可以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具有很好的杀菌效果的作用 加入食盐可以简单的杀菌消毒 这样清洗的会更加的干净吃的比较放心 我们再来准备半根山药100克就可以啦 用干山药也是可以的 但是湿山药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营养价值会更高 我们用花皮刀把山药的外皮去除不要 对山药黏液过敏的朋友们一定要让极素用手套操作 不然话气氧无比很痒的特别的不舒服 山药是一种高阴氧的食材 能够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还能够补肾壮阳的功效 山药的壮阳效果很好的 山药能用肾经 可以提高肾功能 也能填水易经 补易经血 能从根本上解决男性养尾问题 并且不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 所以经常使用山药能够温补壮阳 并且能够起到强壮身体的作用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吃山药的时候不需要清洗 只需要夸干净皮就可以啦 山药的粘液影响价值是比较高的 粘液中含有灶带 粘液质有润滑滋润的作用 所以可以养肺医 对于酒壳补育有很好的疗效 山药的这些粘液蛋白 可以很好的降血糖作用 并且对于治疗糖尿病 是糖尿病患然的食疗佳品 所以山药中含有大量的粘液蛋白 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 能够有效地阻止血脂在血壁上的沉淀 并且能够还好的预防心血管疾病 还有抑制安神 延长抑术的功效 我这里选用的是铁棍山药 铁棍山药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铁棍山药的铁然蛋白会更高 富含的维生素比较多 蛋白质也特别的优质 小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铁棍山药 下面准备一口砂锅 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加上清水可以多来一些 中途的时候不要加水啦 中途的时候加水营养价值会流失 口感也不是很好 搅拌搅拌 防止山药糊锅 盖子我们开始焖煮 水煮开之后我们焖煮20分钟的时间 小火慢煮更能煮出香味 煮出来食材比较软烂入味 特别的好吃 山药姜片切的比较薄 所以呢煮的时候特别的容易煮烂啦 煮了十几分钟啦 再把构器倒入锅中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加入少许的盐调味就可以啦 不要加入糖 中医的理论来说 铁能入肾 所以这里不要放糖 来一点盐调味就可以 这会儿就可以关火啦 关火之后不要着急地盛出来 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的时间 焖煮过后更能激发出香味 煮好之后盛入碗中就可以直接喝啦 滋补营养补肾壮阳的汤就做好啦 光看着脉象就比较有食欲 这道汤最好作为早餐来食用 最有特别好的补肾壮阳 强腰益气的功效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 有前列渲染的患者是不可以使用的 因为山药中含有盐液蛋白 能够促进体内的激素合成 从而导致高丸的熊激素水平升高 并且有内热或者是心育亢奋的朋友们 也是不适合使用的 朋友们在使用这个饲料方的时候 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变清自己的体质在进行使用 到底能不能使用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补育身体 这道滋补汤特别的温和 食材加入了生姜 山药 枸杞 都是营养比较高的食材 山药不止营养价值比较高 口感也特别的好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山药 那么枸杞的营养价值更不用多说了吧 其实不只是男性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枸杞 女性朋友们也可以多吃枸杞的 女性吃枸杞能够使肤色变得越来越好看 红润有光泽 美容有养颜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赞关注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要的养生视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